很Q很好吃耶 它的魚醬真的超好吃的 可惡 超大的雞腿排 今天帶大家來到了新竹 帶大家來吃吃看 我以前在大學時代 常常吃的三間下午茶點心 第一間是在市區已經很有名的 這個雙心甜不辣 料多夠味是我的最愛 第二間剛好他在對面 過個馬路就能到的這個神仙木瓜牛乳 鮮甜綿密的這個木瓜牛乳 喝了可能真的會成仙喔 再來的話最後一間 我來到了這個新豐的這個私藏名單 炸雞腿排烤吐司蛋 這一間是基本開賣4小時左右 就快賣光的一間店 不管是烤雞腿排或者是布丁吐司 都是我以前最愛的記憶 我們走囉 1 2 3 嘿嘿嘿嘿 今天我們到新竹又開始要來吃 就是帶伊魯來吃以前我大學吃的小吃 那這一次來吃的是它這個巷子內的齁 就是它很有名的一個甜不辣跟 對面有賣一個木瓜牛奶 這就是以前我們很喜歡吃的一個搭配 走囉 雙心甜不辣 沒有 因為我剛才要拍 然後它就說 它們就全部都停住了 然後我說沒關係你們可以繼續 繼續繼續你們 小妹它的辣其實蠻辣的 你的主題不是說帶我來吃嗎 OK OK 我裡面 每次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個 雪魚丸 雪魚丸 有幾顆 一顆 那你咬一半 好好好 再來的話 它這個挺辣 很辣喔 你看旁邊 辣叫如何 還好 不會到很辣 它比較像豆瓣 很Q很好吃耶 它的鯪醬真的超好吃的 但是踏學的時候 下午就覺得小燈就在買一間 因為城隍有時候人太多了 然後就把這邊放進 然後對面再買一間木瓜牛奶 超爽 我們吃吃看 我喜歡炸的甜不辣 剩過煮的甜不辣 我喜歡煮的感覺 炸的甜不辣 炸的甜不辣 它的味道都很剛好 可是其實這個辣椒醬有點鹹 對 它的烤飯其實煎辣了 對 這個是那個燒賣 類似燒賣的東西 吃吃看 你看裡面 對 有點像燒賣對不對 外面有加餛飩 它料真的超多的 你看裡面還有 除了這個 竹輪 然後 鱈魚碗 然後這個長條的黑輪 然後這個長條的黑輪 還有片狀的這種黑 古早的黑輪 超好吃的 然後剛剛它的那個 燒賣我最喜歡的 然後再來是 油豆腐 菜頭 料真的超多 而且它味道真的超夠 而且它味道真的超夠 嗯 這一家真的好吃 吃飽以後馬上連續寄 直接到對面 神仙牛乳 來喝它的這個 胡瓜牛奶 胡瓜牛奶 我覺得好喝 嗯 它會有一點小碎餅 嗯 然後木瓜的味道超級重 它反正是牛奶的味道 比較少一點 嗯 可是它木瓜是很甜的那一種 木瓜香很重 它就起來 往式木瓜 蛤 往式就是一個一個一個品牌 嗯 好好喝喔 真的 就是這樣子配一個這個 然後就杯枕這樣子 然後喝著喝著 胸部越來越大了 你也是一路從A罩杯喝到D罩杯的人 你也是一路從A罩杯喝到D罩杯的人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欸 這個的話 真的超好喝的 這一次的話 我們來新竹應該還會再吃很多其他東西 那這個系列主要是 我們的 杭阿萊的這個 自己新竹人的 在地的下午茶 我們回程的時候經過新豐 我們在新豐也有找一間就是 在地非常有名的下午茶間 晚餐間 宵夜 好 好 來幫我看一下 你看 有看到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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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吃耶 你幫我看這裡面這裡 這邊有奶酥耶 它裡面是一層奶酥 然後再加這個 整顆的布丁 來我們點這個 這個你看喔 這個是 豬排 這邊中間還有夾這個 福原花生醬 這個是新竹超有名的福原花生醬 這個是新竹超有名的福原花生醬 老師你給我看一下裡面好不好 看一下剖面 它花生醬很多耶 真的耶 真的 花生醬是太奇怪了 不是啊 主要是你看啊 它這個 額外你看它雞腿排也是這個超厚的 好吃 好吃 而且你看外面 外面 外面 車子喔 車子都一直停在這邊 就大概一直來外帶 這個是招牌的 齁 每個人 每來一堆人來 避離必點的這個 炸雞腿排配 蛋加這個 小黃瓜 這是它的招牌 你看 滿滿的整個都是雞排耶 超大的 超大的 炸雞腿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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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你看雞腿排 它那個肉超嫩的 它的那個外皮很酥 它外皮是很酥脆 而且很焦 你看有那種 它那個叫做炸過的那個焦香味 然後裡面雞腿肉超級嫩 而且汁超多 而且你注意看喔 它肉是有點呈現粉紅色 有點粉紅色的狀態 它有淡淡的淹過 但是它沒有搶掉它那個味道 加上它的這個吐司上面是烤這種焦焦的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美乃醬啊 不會很膩 加上那個蛋超好吃的 好爽喔 這個是薯餅 然後還有火腿蛋 跟這個 它的這個炭烤吐司 還有它特製美乃滋 好那你喝喝看 你喝喝看關係 先來嘗 我喝到 幹你媽超噁心 我會幫你打馬賽克 呵呵呵 你會一直抖啊 你會抖 你會中風是不是 哈哈哈哈 各位這一間 完全通過我們的審查了 這一間真的是很適合下午茶跟宵夜 價格便宜 東西真的是很古早味 好吃啊 我個人啊 我個人最推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 那個 雞腿排的 炸雞腿排的 這三明治 它三明治跟它美乃滋 加上那個很嫩雞腿排 真的超適合的 然後再來的話 喜歡吃甜的一定要吃這一種 菲奶奶你注意看 它中間這邊是夾了一層奶酥酥 然後中間就是整顆布丁去壓制 超爽 這女生一定超愛的 這個的話是 花生麻糬 哇 哇你看 滿滿的浮沿花生耶 超爽的 有天客菜 有天客菜 真的是有天 那個那個啊 路頂祭啊 路頂祭啊 他遇到那個神尼 我愛一條踩那裡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吃完了 你看每個人都 再打包了 太好吃了 第一個 超便宜 第二個 它生意一直來一直來 第三個 它的肉蛋吐司 真的是非常的有古早味 尤其是它的那個 炸雞腿的那個腿排 超好吃 它外面很酥 然後裡面那個 真的是有夠嫩的 然後你看 又是加點 它加點那個 胡圓花生醬的肉蛋吐司 也是超好吃的 這家基本上來都沒有地雷 你們一定來 我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你喜歡的 你可以自己去搜尋 真的超棒的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我們要回台北咯